在服役的过程当中 因为宾科学历及历练等等原因 有可能会导致年班较低的学弟 变成你的上官 我是几乎没有遇过这个状况 除了一个将信长官弄我的那六个月之外 但在一般部队里面 这种情形应该不少见 像是营长跟副营长啊 市都长跟班长啊等等 那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状况 身为学长部署的你 应该怎么做呢 都已经是人家的部署了 当然是乖乖等待学弟长官的命令下达 不然你还以为你是谁 资深不代表一切 你很厉害的话 你去升官嘛 升不了 就是要听人家的命令 有一些部署学长 甚至完全看不起长官学弟 运用一些言辞 做法及命令等等 贬低学弟长官的威信 这种作为相当可耻 你就是富的嘛 你就是人家的部署嘛 哪来那么多屁话啊 乖一点 不要让底下的人看不起你 以前我是一个军事干部 从出任官到服役大概五年的时候 对于政战干部的作为 总是有一点点格格不入 也不是说他们做的不对 他们也是做他们该做的事 但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我也说不上来 直到某一次和连上弟兄到南侧中心下基地 迎教练课程 途经死亡甘蔗田 大家对那一段应该还有印象吧 两侧都是甘蔗田 只有一条无尽的马路 拖着沉重的步伐 只能无奈向前 士气低落到不行 此时突然听见飘扬的旗帜 一个夏师班长 带头唱了这首歌 脸上的弟兄也一起大声齐唱 瞬间士气高涨到破表 以愉快的心情通过了死亡甘蔗田 在那次之后 我才对军歌有了不同的解释和体认 军歌绝对有助于鼓舞士气 促进团结 统一步伐等功能 一个部队的训练成效 官兵士气 团结精神 从军歌歌声中便可窥知大概 从此之后 老兵这首歌 也就变成我到各部队 一定要演唱的军歌 依据国防部政治作战局公布 110年年度军歌 即爱国青年等八首 较107年三首 108年两首真的是多出了许多 其实以前的军歌也都非常好听 也都能充分展现士气 以每年二至三首新增 较为合适 切勿照进 全盘皆没 我到底是要花时间去背基地的题库 还是背你军歌的歌词 你政战是要来支持我军事 不是增加我的困扰的 以上是我针对年度军歌多 战力就强吗的说明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务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 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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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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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